喂,政治,很丑惡的 你不认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认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 在各种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可以吃的吗? 是啊,真的可以吃的 你没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 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 拨开云霧,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 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对听了 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多元选择 有A餐,B餐,C餐 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政治咖喱饭 好,现在几个方案都提出了 我觉得值得讨论的 第一就是罢工,罢货,罢市 罢市是容易的,我相信这个是最容易的 要是只要商户 大集团一定不肯响应 因为大集团 大家以为还是香港集团 全部都卖给大陆人 那些饮食集团,旅行社 那些全部都是中资来的 放一个名单出来 100万人上街 一间拉面店肯罢市 以后它得到的回报 比罢市損失的利益 我觉得就足够了 大家也不是说 你为了送中恶法 全部都大了,应该罢了 我觉得千万不要 两个都重要 人家打开门口做生意 是吧 有些人愿意牺牲他们生意的收益 有些人可能觉得真的 他自己都稳招不行 大家都知道香港租金的情况是这么恶劣 所以我们是用运用群众的力量去帮他们 你想想,有很多相互计的数据是Wordy 就是损失的 得到的比损失的 他就会参加 当然Hardcore那班 就一定是为了理念的了 譬如你说 是罢市 那我们城寨第一个响应 星期三不做节目 用什么意思 反正都想的 那Lance就乘机去罢工 可以是吧 所以我认为罢市已经开始了 但是 要想一条选择 要捲入更加多的小商户坑 那你走过 整条街都关门了 那还要什么呢 是响应那些要给他清楚的信号 别人不是以为他东主有起 走了去关门而已 是为了反送中而罢市 那就印些帖子好 海报好 都会黏在门口给他们自己 那整件事就认得很多 就等于中学生联署一样 是吧 最后搞到连福建中学 我先头以为 这些 Fucking you Fucking secondary school 当然是不会做的 谁知道都做了 这件事就是 任何的群众运动 消费者运动也好 妇女运动也好 动物保育也好 你过了一个flash hole 我们叫做critical mass 就会成功了 中学联署就是了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运动 当大家都觉得 那件事不联署好像 勾勾的 不承认 联署反而承认 那就行了 所以罢市 一定要 我不知道 想一下方法 令到他 当日 如果他贴了 那个标志在那里 那时候 整件事是很帅的 而他也会知道 当日 大家拍下他 大家放上网 之后 叫大家去光顾他 那就是帅 不要无声无色 拍下他 贴了logo 拍下他 关了门 第一个方法 大家记住 其实 某些服务业的类型 罢市 之后会不会受到蓝丝 惩罚呢 不用那么担心 蓝丝主要来自一些老野 和收入教育水平比较低 这个没其事 这个是调查的结果 因为支持林郑政府 现在就是这些人 年纪60岁以上 小学 或以下教育程度 如果是年轻人 八成反对林郑 大家记住 你要记住 如果你罢了事的话 你拿到的生意 就算我们不特意去光顾你 你拿到的年轻人的生意 是更厉害的 所以那些咖啡店 总之是做 我经常都说 香港只有OL 只有天下 如果你能动得到OL的话 昨天就能动得到 你上街上去看看有多少 即是 Lance最留意的 想叫咪之外 就留意到旁边左右 所以 你如果是和这些阶层有关的 你留意一下 那是一百万的市场 一百万人的市场 那是 不是叫你蝕水的 现在 叫你赚特 其实 branding 你的店铺的branding 还有就是 你将来所得到的支持 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那你想想 如果支持林郑那些年纪又大 年纪又大 年纪又大 除了2元乘地铁 没有什么好消费 然后消费力又低 教育水平又低 那就算吧 算罢了 那些都不是那些客人 其实 也不鼓励街市 菜当那些罢市 是吧 就是等他们继续消费 好了 罢工 罢工一定要公会向盈 即公盟的势力 够不够大呢 我觉得不够大 好了 自发性罢工 没有雇主和罢工 通常都是没有雇主同意的 其实 那会受到什么对待呢 我相信 今次这样的问题 你事先当声告诉雇主 我们整班人准备当日 一起请假 去立法会野餐 那就可以了 对吧 老板 心知肚明 人事管理HR 老板也心知肚明 其实是 行得开的 就行开 有什么所谓 去少一天日本 一样可以的 好了 最重要的那几个机构 我觉得第一 教协 教协就要 真的负罪 我觉得是 以往贴林郑贴得这么近 叶建元是要负罪的 我觉得是 一定要发动 教师罢工 不是学生罢货 两样东西 教师罢工 这个就是直接到林郑的面了 社工 已经社会工作者总工会 就已经宣布了 究竟有多少响应呢 当然未必知道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公共运输交通工具 这个一定有难度 但是如果你能移动 那个影响就最大 公共运输的工会 政府就开始会努力 白市 罢货 罢货他不怕你的 对不对 罢工才是最大的影响的 对政府来说 好了 公务员 大家都不敢 但是反正 你也是一个EO 升级都是CEO SEO 上不了AO 又要重新出来考试 现在AO 已经下跌成为EO EO 就已经下跌成为 Cellicle Officer 所以 实际上 已经没有什么前途 其实已经是 很多的 我们叫做资助机构 今次很多中产的人 都很不满 而资助机构里面 很多都是属于中产 我觉得 这个也是要想的方法 我觉得要串联的 不可以只是靠 大家说一说一说 靠口说的 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中学生联储 这件事就知道了 其实 通过联储 一路滚雪头 到你过了那个Critical Mask 那些人就会自己买来的 我相信 罢市、罢工、罢货 都一样 罢货就简单点 因为已经试过了 那六月的话 其实 由没有富裕都自动罢了 都考完试了 已经是 高中生都自动罢货了 他们都 那大学 大学应该是放假 考完试 应该是放假 我记得我们的年代 六月 开始放假 中大 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他们已经开始在罢货了 就算还没放假 现在的大学生 可能都已经在罢货了 每天都 所以影响不大 罢工是重要的 但是 大家千万不要 给一个high hope 就是说 我相信近年 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思想 就是 所有的事情 一说就要做到 一做就要有果效 这样的话 大家就真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了 坦白说 政治运动就是 很多时候 是一个过程 其实 果效是在你在生的时候 都未必见得到 很多人说 不是啊 你看看南韩 大哥 你看《逆拳司机》 你都知道 全斗魂派散兵下去 掃射光州的学生的时候 1978年吗? 我忘记了 应该是1978年 还是1980 我忘记了 大哥 你想想 多少年之后 到朴槿惠上台 差点 光州事件 他纪念的时候 他连起身都不起身 如果他的姿态出来 是灭视那些光州的死亡者 所以就 灼光革命 推翻了朴槿惠 南韩民主法 是从80年代开始的 都还有朴槿惠 都还要首议 每晚星期日 几十 几百人 几千人 到十几万 到百万人 在首议集会 一个月 Candle Revolution 灼光革命 就是这样的 大家如果看回 大家上网看回 在首议2016年的灼光革命里面 他们在唱那首歌 就是光州事件里面 那些死亡者 去纪念他们的歌 多年 你想想想 2016 1978 中间过了多少年 还要出来唱那首歌 死亡者是看不到的 那首歌就是说什么 我的战友已经看不到 只剩下的旗在飘扬 因为死亡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说我今天 游行完之后 明天 林郑会跪下 真的不要游行你 也不要参加任何政治运动 炒股票比较好 因为炒股票一按键 起码收市就知道赚定虧 是吧 赌波也可以 最多捱九十分钟 捱到家时 都是一百二十分钟 就知道赛国 政治很多时候是一个过程 我经常说 unended quest 一个无穷的探索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变数 那个critical mass 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你只可以约莫有一个估算 我自己写政治评论这么多年 很多时候你只约莫有一个估算 那个轨迹会是怎样 参照历史上的事件 其他国家发生过的事件 然后去看轨迹的发展 不是一个science 政治评论绝对不是科学 不是一个很方程式的计算出来 那你何况参与政治运动的人 怎样可以计算得到我今天参与完之后 明天会有个结果出来 然后我代了之后 就像麦兜的故事那样 开心心快活下去 然后死了 不是这样的 其实现实世界根本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只是说 possibility 我们做了可以带来多少的改变 这些改变可以是一个积累的 一个一路一路加下去的改变 一百万人是一个基础 我觉得是 这个基础千万不要自己摧毁它 对家会用很多方法去摧毁这个基础的道德力量 包括插庄嫁和 包括汽油弹这些方法 去摧毁这些游行的道德力量 官方会用尽各种轻滅的态度 将它等同于王英豪那七十万签名 放出来一个蔑视你们的姿态 这个是必然的 我觉得 如果林郑说我很重视出来游行 我一百万人的意见 这个绝对不是林郑 她还可以坐在特首的位置 如果她说完之后 她自己已经要下台了 不是她辞职 是共产党的 其实是 所以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好了 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呢 大家困在和理非下面 这个名字下面 就好像对我们政治的想象力 政治想象力 好像突然间没有了 最近我经常在想 就是要令到支持 送中恶法的人付出应得 应有的政治代价 就是没有加多度 没有减少度 是应该付出的政治代价 好了 我看到网上有些朋友的 KOL的说法就是 首先拿外国护照那些 report他们给外国的领事馆 他们发表这些言论 是违背 他们拿着护照那个国家的核心价值 那时候 我觉得值得去通告的 事无不可对人言 如果你拿着美国护照 你又拥护这个美国政府反对的送中条例 那就不对了 我觉得 外国 需要身体力行 千万不要学那些刘欣那些 就是说拿护照一件事 外国一件事 绝对不是 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 我最推崇 罗德成 为什么 第一个放弃 香港护照 转做中国护照 因为他要准备做特首 这些就是 值得效法 一方面拿着美国护照 英国护照 自己不拿着自己的老公子女 拿着英国护照的那些混蛋 一定要 将他们的言行 去告诉他们效忠的国家 他们在做一些 是违反该国核心价值的事 至于外国政府如何做他们自己处理 会不会取消他们的护照 第二 美国签证 如果没有拿着护照 那些经常都要去美国探子女 你要记住 如果公务员的话 因为以前 英国读书 政府是给钱的 所以很多还在英国读书 对了 如果是美国读书那些 要签证去美国那些 美国现在就说 要看社交媒体内 五年的记录 大陆的那些粉青 反美分子突然间全面消声匿迹 剩下的那些就是真五毫了 反美那些 大家都记得的 反美第一期守司马南就是说 反美是工作 留美是生活 那我不贊成你 我觉得反美反到底 既然 你说这次是外国势力亡 港之心不死 策动一百万人游行 等等等等 要对抗西方的话 就要做到底了 恭喜你 所以也都要给他们 将他们在社交媒体的言论 包括他们家人 他们自己个人的言论 去报告给美国政府 我们查询一下 有没有什么渠道 等他们批出美国签证的时候 就要考虑这些人 基本上是会危害 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其实 因为他们现在 在香港支持送中条例 就是exactly 因为根据美国的CCC 即是这个 Congress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的报告 这个是送中条例 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那你如果在香港 支持送中条例 你又拿着美国护照 你又想拿美国签证进去 没那么顺滩的 你正在做一些危害 美国国家安全的事情 就禁掉它 取消 吸个印 注销了它 就算 因为好像申请了十年 好像美国护照 或者入境的时候 订回去转头就可以了 订一个已经够了 订一个已经够了 某特区政府官员 不能进入美国境 恭喜你 香港人我想 开心到云了 不用冲击 真的开心到云了 所以 要想方法 将他们这些伟大的支持祖国的任务 既然 他们觉得 修改送中条例 今天林郑还是这么说的 是完善香港的法治体制 对了 你建制派这些奴才走狗 卖港财 是为了完善香港的法律体制 而支持送中的 事无不可对人言 我经常说一定要 令到他们这些伟大英勇的行为 为国捐躯的义和团行为 廣告天下 外国领事馆 廣告外国领事馆 很多人都会自告奋勇去做这些起底 究竟他们是否持有外国的护照 很多人都会自告奋勇去起底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Name and Shame 其中一个方法 刚才我说过罢工 罢货 罢市 之前我一直都不太贊成 因为我觉得民气不足 但是我觉得这次是时候到 可以尝试 为什么 因为一百万人出去游行 On top 那个的行动是会支持的 如果不牵涉到暴力冲击的话 因为那些游行里面 我相信有不少是温和 甚至不一定是黄丝 这次可能是一些 中间派的人出来了 好了 第三步 票债票偿 我一直都讲的了 有朋友提出 6月12日 警方重点报防这个立法会 我们还去包围的话 可能都是坐在那里都浪费 有什么可以 其他有建设性的事情可以做 林郑经常说的 大家提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 不要说那些废话 好了 我觉得可以组织地区工作宣传队 为卖港冊他们的公职 全港性进行宣传 有组织有计划地 不是自己去手写一张海报 贴在他们的写字楼 是没用的 因为你宣传的对象是当区的街坊 第二 第二 扣连 年底 进行的地区选举 所以呢 你准备参选的候选人 非建制派候选人 你一定要自己落力 普通市民可以怎么样 在那区里面 你能够准备到 例如 林郑会选的 哪区 然后 其他 你在听我们的节目 你是那区的 屯門边区的人 即刻PM 我们可以帮忙 将他们 支持送中条例 影响香港国际地位 影响香港独立关税地位 楼市下跌 林健峰卖楼 梁美芬卖楼走投 这些东西 全部都写出来 是事实来的 没有诽谤 千万不要写一些 什么什么正仆街的东西 我觉得不需要的 真的 向街坊宣传 最好就是摆事实 讲道理 也不要说 什么人权法治 这些东西 团结群众 最重要的 我经常都讲了一句 利益 大市有利益 宣传反占中的功劳 这些支持 送中的人 如何损害我们饭碗的利益 成为一个全港性的 宣传运动 你要记住 一个选区 单以值单要制的投票 Swing 300票 就价格 是Lens Line 那样输的 我告诉你 每一个选区 他少了300票 田北俊是说得对的 政府硬去 是会令到建制派崩盘的 其实是 试过的了 03年已经是 所以 越激进的行动 他最想你激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再激一些的话 中间派的群众就会 左右挂一巴 两边都不是人 政府扑街 这边的激进行为 又扑街 好像占马路79 就是这样 就Shickening 开始 震震震震震 震完之后就转变立场 由中立 站在南那边 我说 由南那边 再站在深南那边 今次游行 既然有很多 不是散魂的人 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 去将他们再进一步 而不是将他们推出去 所以 结合选举 廣泛宣传 卖港阵营 这是一个全港性的Campaign 民阵可以牵头又得 在下面拆住所有准备出选的 政党 独立候选人 民间团体 网媒 大家一起做我觉得 八仙过海的各种 但是 一定是要学习共产党公宣队的方法 工作宣传队的方法 下区进行宣传 统一口径 令到 所有 为了祖国捐区的人 大家都记得他们 这个最重要 第四 就是说到 应不应该再有佔领和冲击行为 我自己有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 as a radicals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读很多这些社会学的理论 我自己看过一个社会学的 芝加哥大学的 一个社会学的 犯罪学的 一个 毕业之后 是成为美国激进运动之父 叫做 Saw Alinsky 阿林斯基 我们那个年代 个个人都看了 The Rules of Radicals 台湾前年出了中文版 叫做 叛道 反叛的叛道 道理的叛道 叛道 离经叛道的叛道 阿林斯基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阿林斯基的学生 跟阿林斯基出身的人 有两个人大家一定会认 一个就是奥巴马 美国总统 第二就是美国国务卿 希拉尼 两个都是阿林斯基的 受他影响相当之深 美国的 甚至有记者称希拉尼 就是阿林斯基的儿子 就是那个影响 跟他那个深厚的关系 但是阿林斯基的radicals 跟其他的欧洲好 或者共产党的激进运动 有什么分别呢 什么叫realistic呢 realistic就是你 不要从意识形态角度 去进行激进运动的动员 如果你用港独的出发点的话 你是会疏离大部分的群众 你会变成一个很小众的运动 再加上你激进 警方司法部门 对你的镇压是会最厉害的 判刑是会最重的 我觉得不划算 realistic是什么 你可以是民权运动 阿林斯基的激进运动的方式 其实是 曾经影响了美国的消费者运动 反对垄断 油价垄断等等 超级市场垄断 影响 芝加哥的妇女运动 全部都是跟意识形态没有关 但是它影响到民权运动这个重要 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争取平等权利 香港一样需要民权运动的 我们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不是为了我个人而做 两者有分别 我告诉大家 为社会而做 就是你一定要跟社会沟通的 你要跟着你的群众 在他认知范围里面的事情 他接受到的事情 你才可以做 你不是为自己而做 我不是为打卡而做 我不是为了在同学面前 显示我怎样威风 绝对不是 这样的话 这叫做打飞机运动 上去Disk AV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打飞机运动的话 你要记住 Engage 阿林斯基提出一个理论 Engage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这个对任何激进运动来说 都觉得是 不是吧 中产阶级这么保守 会跟你玩 好了 当你是需要Engage中产阶级的时候 你必然要思考 那个Road Map是怎样的 你自然就会慢慢进入 一些现实问题的考虑 就不是纯粹在这里 说完道德语言的话 就自动会发生 接着别人不做 就骂人讲诸 其实没意思的 如果你是 要Engage中产阶级的时候 而是一个achievable的目的 你的激进运动 开始才进入一个可操作性 他提出过占领运动的 Alinsky 很早期占领运动 占领超级市场 占领油站也有 阻止别人做生意 你不要以为 不激的 一样很激的 不过 会令到自己 不会触犯严重的法例 即是重判 不会被重判 其实他自己也错过不少 第二 亦是什么呢 亦是 你可以令到 参与的人 不会觉得恐惧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你看到那些人 如果一百万人上街 留守的人 为什么这么少呢 所以 号召留守的人 是不是要想清楚 你有没有给清楚 告诉别人 你们想要achiev些什么 没有的 就是叫别人留意公布 那就死定了 我告诉你 那就没有人会留下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想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 那些东西是否可以接受的 我怎么知道 那些东西是否可以承受的 我就走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 年轻人没有激进过 就不是年轻人 我记得以前 我不知道是 某中山还是谁 说的 30岁之前 不信奉马克思的人 就是傻子 30岁之后 再继续信马克思主义的人 都是傻子 马克思主义是说 階级意识形态 仇恨去动员 所以 这个 美国激进运动之父 其实是1940年开始 1971年过世 好像是 他的本书 好像是60年代 最后在过世之前出 我看的时候 是一个手写版 那些人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手写版 大家有机会可以拿这本书来看 我不知道是什么出版社 但是中文书名叫做 叛反叛的叛道理 年轻人 看一看 是有些啟發 我觉得 不要沉迷在网上的口水箭 麻箭 以为那些是有养份的东西 网上的留言 九成九是没有养份的 其实 大家要记住 那些东西只是牵动你情绪 其实 没有什么养份 在里面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香港的激进运动的领袖 你就要留意 Alinsky提出第二个重点 除了realistic的目标 achievable的目标之外 如何去和社会的偷通 令群众在认可接受的范围里面 去跟你从事的激进行动 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你的组织力 这个你看看司徒华就很清楚了 我这一代人对政治工作的认识 其实有不少是来自华叔身上 华叔 他 那时候我们有民主党第一屆党校的毕业生理 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想说 不过大家都知道 华叔是我们的校长 他们是上堂帮我们教的 后来我和另外一个学员 陶均衡也是同屆的 我们的肥子是王维伦 现在变成兽子 就篇了一本书叫做 《司徒华先上万岁》 就是将他在党校里面所讲的说话 用语录体的方式插录出来 那本书印了很少一百本 派给自己有的 有机会大家 找回我还有的 还有在书店里还有 是一本红色的书 很有趣的 里面讲教协罢课 金锡事件 艇户事件 每一次的社运里面考虑的事情 我最记得有几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组织力 论组织力 其中一个 chapter 论组织力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件事要有checklist 就是出发去做行动之前 第二自己要站第一线 要跟你的组织者和组织的人 大家要站在同一条阵线 站在第一线一起 共同呼吸 我记得他所讲的语言就是这样 平时要大家多一点思考 就是多一点想 不要只有一把嘴巴吹 Facebook是把这些事情都改变了 我觉得 还有是 計务很重要 我相信这些在 现在这个快闪的世代里面 大家都觉得好像 我说一些废话 一个WhatsApp群就搞定 一个Telegram群就搞定 很简单的举例 刚才大家看影片那里 星期日我们在维园做的事情 大家问Lance 我们筹备的时间是多久 由我加拿大一路跟他联络 WhatsApp通讯 一路到我提早回来 要由机场直接回来开会 召唤了一些义工上来 到第二天 点齐所有物资出发 其实是很刺激的事情 湿湿碎碎都不得了 但是你一发觉 咦 陶均衡今天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的麦克服去到5点钟 我就打了 他说 没声 我说不是吧 Lance告诉我 他教的最大声 差速电子有8个小时 大家以为 我们这些这样的 就是在正圈吃这个饭 或者在传媒做这么久的人 一说就当然是说整个社运策略 将来的 原来在说麦克服的寿命 就是大声工的寿命 是多长 你一看流眼 你有多煽动性的政治演说 都没有人能听到 其实是 所以Lance第一件事 我们做的时候 我就说有没有找到大声工 是吧 你记得我第一次问你 最重要是找到一个店的大大声 对 你说怎样都好 我自己那天不开街站 去托朋友 我说以而制而淘宝 那怎办呢 有个朋友帮我淘宝完之后 有个朋友去深圳开公司的 送去深圳那裡 他就想去边境 然后他帮我拖下来 我不敢过关 他帮我拖下来 然后我再拖回团门 然后再试好 再送出来的书局这样搞的 一轮这样 同友 最麻烦是什么 买了摆在这里之后 没人想起 要充电 这样才是麻烦的 我告诉你 然后拉出去之后 为何只有一个小时 原来没有充电 每一个步骤都会出错的 是的 任何的政治行动 很多东西是你 你自己控制的范围 你才可以做最细节的准备 而且这次你说的 我们的大声音 我们出唯苑之后 已经不见了 我们朋友那时候 电话打不到 通讯全部用来想的系统 全部用来 Walky竟然漏了 忘记了充电 那就是失踪了 我的门了 我们头门不见了 听众很难跟着我们 已经散了 但是我们昨天也算是这样 最后我们还有两三百 起码到最后 我们还可以举牌 有几百人 很难得 其他组织都散了 你看民主党 只剩下几支旗 全部都散了 我很自由地说 昨天组织到最后 我们算是这样 成责人团职 如果说组织来说 我相信 拼下所有政策 我们这次做得不错 最主要是 我自己一个人 搞来搞来搞 搞几十样东西 幸好也不是太大的 这个就是我说 年轻人 当你从事激进运动 大家记住 激进运动 不是靠Facebook留言 去动员 或者去用网上的潮语 不行的 是屌人屌回来 是不行的 其实是 而且你要自己 你把口罩去骂人 讲主 然后叫人去跟着你 大哥不是吧 我为何要跟着你 我为何要跟着你 有时候人们就不明白 游行的人 一百万人 我所说的客户 是你潜着的客户 你没有也插过客户 是不是 就是了 不是插不插 我觉得你插得有道理才行 是不是 我经常见到 我以前 2014年在农河 那些人就是拿着咪咪在那里 我们已经去到危急存亡 你们还在温书 你们是港珠 我说 唉 晒气 你这样叫那些人更加不会来 更加就离开 更远离 更加支援不了你 我相信任何从事政治运动的人 都要有一个认识是什么呢 骂人是不会骂到支持者 你才会骂更多敌人出来 反对你的人 而且觉得被你打的时候 觉得抵射吧 是的 然后你被人打完之后 今次我也有一个改变 今次年轻人被警方暴力对待之后 我见到很多人是同情他们的 跟以往旺国骚乱的分歧 或者是农河道冲击之后的分歧 是不同的 因为今次是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这个共同敌人是相当清晰的 是令到大家的分歧是可以消解的 而大家也将这个仗 算在这个共同敌人的头上 所以我就说 组织力对群众的外户 争取最大的支持者 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 这个是任何激进运动要成功 而不是变成一个小众 变成小众的危机是什么呢 当警队的暴力升级的时候 而你是小众就麻烦了 就是说你受害之后 就没有人同情 坦白说 其实你说旺国那次 即是经文冲突 你讲中的例子就是这样 你将自己边缘化的事 去到激进 就是参与门栏这么高的时候 就没有人跟你的了 没有人支援你的了 不是的 最惨就是这样 口头上称呼你义事 都是建盘战士 很多是 但现场他们统统没有去过 看完影片之后就留言 很勇武的了 所以我就说小心 组织力的意思是什么 你面对面识那些是有的 那些信息 譬如我自己讲 我跟他们 即是我转麦和大声说 全部人 是我懂才可以拿麦 不要放手所有的事情 到我们之前 我说了其他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去到尾的时候 很大声 我说回引述 我说现在有些警察速龙到的现场 众志呼吁停车场 然后开始我拿麦 有些奇怪的人想拿麦 我说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 我说你要说什么 就要一些可靠的消息 让我拿过 我帮你说出来 昨晚就出现了很多想拿麦 的人 如果你说我交一些东西 我信不过的人 不会 还有昨天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认识的 音乐一定是认识的 还有海报是 我们自己所有 开个会的人 才能够接触 如果你中间 我认识意识 我上网组织 你不知道是什么人 现在连登在吹风 他们自己 开个所谓的post 就讨论了 所谓的战略策略 但这个不会有效的 这件本战事 就这样东西 就是疲心妄想 你要有效的 我经常都觉得 老师的方法是有效的 我们这些废佬 属于老师的阵营 是面对面坐下谈 我们找回来 今次游行的义工 全部都是我们认识的 不是一次 是几次 不是一次 知道我们有电话 之前已经是参与了 我们的活动很多次 有些参与过讲座 有些参与过课程 有些参与过之前 刘晓波等等的政治行动 这样你才会去探论他们 如果不是的话 负责咪的那个人 到时不出现 你就会参与了 我今天找到咪手 我自己这几年参与社云 是我的朋友 我自己并肩 他会帮我支持 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内容 真的是自己的朋友 就是核心帮忙 而且很简单 我经常都说 很多人以为我们上什么党校 讲政治理论 宏观社会分析 我下次读那本《司徒华思想万岁》给大家听 里面那些东西 我想大家听完之后 笑到录在那里 刚才就是Lance说的那句 其中一样 华叔的Direct Call 我现在讲回整本书 我懂得背 就是咪很重要 因为牵涉到斗争的方向 为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咪放在别人手上 而他拿那个咪去做一些斗争 和你斗争方向不同的事情 你整个行动 就斗争了你自己的 purpose 所以左膠有时候很有趣 整天open forum 我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理念才行 觉得不应该压抑民众的热情 你看到我 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 你是组织者 就是组织者 组织者就不是一个牧师 也不是一个压力团体的主持人 绝对不是 组织者 你是有组织者的 professionalism 在那里 那种专业 如果不是的话 别人跟着你一次之后 下次就不会跟着了 所以昨天真的跟你谈过 因为你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是啊 所以昨天看到情况不对路 我都要负责听众的安全 就是呼吁大家散 是啊 我就WhatsApp叫你 我跟他们聊了 我看到那些照片装备 就叫你告诉他们走 是 因为你叫别人出来 你有责任 你不可以就是说 现在我不是领袖 我走了 那当然是自发的群众运动 坦白说 我这一代的人 是不接受这种方式的 可能我们真的要勾 因为这种wild cat 就是野猫式的行动 是可以一个 一时间红了一声 但其实他没办法持久 其实你看回之前 我们讲热普城 他们就是这样 就是玩什么不被捕不受伤之旅 结果了 你两年三年 真的不行 就算你说黄台仰之后 他潜入德国之前 他曾经在佔领西环 16年DQ6的时候 他太多次被人拍到 他自己煽动人上去冲 这些我自己亲眼看到的 好了 一次两次 到最后那次佔领西环 他坐在一个红绿灯口上 叫人冲 直接被人说出口罵 是啊 因为冲的那些 现在特别是我刚才说 6月9日之后 你叫人冲那些自己想清楚 你会不会站第一线 我经常说 如果你自己也不敢站第一线 你不要叫人去做 如果你要道德感召力 别人跟着你 你要豁出去的话 你就像梁天琦那样 你愿意去承担那个代价 你才可以站出去第一线 我自问我做不到的 但这个没所谓 这就等于淹底 那些就等于厉害 没有这个分别的 千万不要中招 我告诉你 我觉得年轻的人 是很容易被这种情绪激动 其实是不耐心激动 其实是不耐心激动 那是不是先淹底 一句就来了 其实是 每一样东西 我觉得当风险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要学会如何去管理风险 就算是一个很简单的游行示威也好 你都要管理风险的 警察招住你怎么办 不开路怎么办 塞住在那里怎么办 有什么可以做 所以我为什么叫 明我们的义工 录定一只手指录歌呢 就是想着长期塞在维园的时候 可以播歌 谁知道他们做了一些奋斗 加辩 还有一个第一首是我们的 第一首是什么 一个狡猾仔 第一首是有情岁月 有情岁月 一播下去就很安慰 一播出来 大家都觉得怪怪的 不算是搞笑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相信是要展开这个调查 我不介意和这些年轻人 大家去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我没有他们这么多 在第一线和警察对抗的经验 但是我更加多是在后面 去组织者等等 而我相信 他们会慢慢成熟的 我觉得香港需要不需要激进行动呢 我觉得是需要的 这个是一个大家要问清楚 就算你做不到 譬如我自己不会冲的人 我自己做不到 你就想想 他们做的事是不是香港需要的事 如果是 怎样令到他们可以做得更加成熟些 去到他们 或者对整个运动 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带来那个目标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和你飞的 温和的 中产的 保守的 一样出来 作为那个后盾 民意的后盾 同时 行动营的 能够连结到 大家群众的同情 记住 不一定是follow你的 不一定跟你一起冲 不过 你要在论述 娱论上面 是拿到他们的同情 我自己记得一件事 其实 当时1996年 筹委会咨询 临时立法会成立 DQ 所有直选 DQ 全部香港 95年选出的立法会议员 所以很多人说DQ是新东西 其实不是 DQ是旧东西 好了 所有不肯 不是 直接是 民主派不肯加入临时立法会 所以全部被DQ 在深圳成立第一届临时立法会 最后的一次咨询是在香港军月酒店 就是老平下来负责咨询 大家以为 现在的学生激 其实那时候的学年 我们六四之后走出来的人 其实一样是经历过那个年代 其实 昨天我还见到一个老战友 陈国良 他还走来跟我打个招呼 我回想起1996年这件事 我们在游行队伍里面 抬着一个竹坑 在竹坑里面 藏起了一个车胎 然后 在示威里面 在港湾道 陈国良 我忘了陈国良还是陶军行的 就点着了那个车胎 当时我们基本上 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些黑烟是大得这么厉害的 其实是 是整条港湾道走着车 突然间被那些黑烟遮阻 其实是 那是一个挺震撼的新闻图片 在时内周刊 上了时内周刊 上了时内周刊 那警察很快就冲过来 然后就拿这个 那时候没有那么狼 那时候就拿这个 那个灭火器 噴射了那些火 那件事就完了 但是当时也有其他 去冲击会场的 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 大家以为今天男武士暴力 其实不是 1996年的男武士 都是这么暴力的 就是一跳过篮杆之后 立刻按牆 肥仔也好 整个滴起就打了 两个遮住 后面那个就按牆 就打了 就是用拳头打 所以 我当时 96年的时候 我自己都 会回想起来 是觉得 有一些 激进的行为需要的 当晚 我记得我和陶军行说 哎呀 搞得这么大件事 死了这次 明天一定被人罵得 糟糕了 结果 第二天的传媒 包括明报的社论 当时所谓的 知识分子里面 相对比较温和 竟然没有人罵我们 为什么 因为临时立法 这件事是太过失格 所以我就说 你要抓住一个战机 才可以发动你上来 而记住 与其是思路无功 你倒不如 应应地搬一棍 应应地搬一棍 你就要看你发动的 那个战机的时机 对不对 你的目标 是不是得到大量的群众支持 送中 我相信是 昨天已经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是有升级的基础 三霸就是那个升级的基础 如果三霸之后 仍然继续没有影响的话 我相信刚才同时进行那些 包括宣扬这个 卖港财阵营的 他们的公职 向外国政府 去告诉他们 听这些卖港财 其实如何损害贵国的利益 等等这些事情 那些更加很容易做的 我觉得 总之是令到我们这么辛苦 大哥 王英豪那七十万签名 你当跟我们七个小时 在维园 然后伸水伸魂 等梁齐观 大哥是你都生气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民主运动再起 但是我看到今次 正如两个月前 我已经看到这个 送中 是会变成 2003年的 这个反23条的七日游行 但是 它的规模是我估计不到 我当时估计都是大约50万 40万 已经是心满意足 但是竟然 因为林郑月娥的因素 是尿到一百万人出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估计不到 你问一个月之前 大家估不估计得到 是没有人估计得到的 所以我就说政治很多东西 不是科学 不是我们好像计方程式 那样计得到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是因应 环境的改变 根据我们自己过往的积累 无论是 对过去事件的分析 反省 检讨 得到的经验 再配合新的条件 然后去做一个整合 再提出一些看法 其实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谓的专业知识 没有这些东西 我相信612是一个第二步 究竟可以做到多少 我相信我都没有谱 霸市可以霸到多少 大家参考学校联署运动 就可能会有些啟發 这一集就差不多了 因为喉咙都不太舒服 在节目结束之前 很多人都 慰问郝慧孙的情况 他现在病情都稳定了 一直康复当中 刚才我一节目开始都说过 其实他很希望 能够和大家在一起 去参与这个反占中的行动 虽然参与不了 但是他经常看到那些片 在温哥华的游行 其他那些朋友 传给他的短片 就发布过来给我 我看到那个年轻 被人抓要害 那张照片 其实是他传给我的 我都没有留意到 所以他是很关心这个情况 大家都认识他的人 都知道 他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 就是觉得用自己一己之力 可以带着爸爸晚年 可以回香港 坐牢途机 见他所有的朋友 是一个意志 用自己的身体精神 去完成爸爸的心愿 在这一点 其实我是很佩服他的 自问我自己真的做不到 那结果当然是要付出代价 就是他的身体等等 精神等各方面都受到影响的 那我问过他 我记得我走之前 我上机之前 他说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复原 但是我爸爸过去 离开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做 那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我看政治的东西 就是很理性的 其实 就是我不是用很感性的角度去看的 但是我觉得女士 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政治 他可以从一个很感性的角度去看 就是他这番说话 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我对香港的看法 就是反映了我对香港的看法 就是 就是 那个地方 一个伟大的城市 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那个城市里的人 而那些人 如果他们的心态改变了 无论是因为偷淡也好 因为各种的原因 这个城市自然 必然地陷入这个衰亡了 其实 历史上有很多的 这些威尼斯等等 这些城市都是这样的 香港我觉得 昨天 被我们看到 香港的确实是一个 一个伟大的城市 我们自己不觉得 其实 但是你问回自己海外的朋友 你看回今天 纽约时报 所有外国的传媒 我今天来日本的朝日新闻来访问我 Asahi TV Asahi 以前都是NHK多的 原来昨天这个朝日新闻 都来到香港 大家看看Asahi的news 也有报道昨天的游行 日本的一个电视台 我自己感觉到 他们对香港的关注是回来的 其实在我自己身上也感觉到 无论是记者的访问等等 我相信 就是大家都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去撑住这个地方 即使他有朝一日 可能真的是衰亡 甚至是死亡 不过 我自己的病好 精神好 其实可以回复 我希望可以 正如 抗云孙跟我说 他爸爸的年寿命 已经将到尽头 而他自己希望用自己的意志 包括付出他的健康等等 包括付出他的健康等等 所以我自己也想 其实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回去陪伴他 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 可能是投入了很多香港的 公共事务等等 有时候回想 会不会忽略了身边的人 因为他其实很支持我所做的 我相信大家都感觉到 要认识我们两个人 所以我自己会尽力而为 我相信也鼓励大家 昨天大家其实是 是我们一起做了一件事 是我们一起做了一件事 是写入香港历史的一件事 这不是自己围奴取乱 一百万人围奴 大哥 你做给我看看 有没有其他人做得到 很多台湾朋友都说 太阳花都做不到 不是大家斗建历史记录大传 大哥 新水新汗又下雨 又曝曬 地铁又飞转 有些是从德国走路回去 有些是从中环走回到维园再出发 都要继续这样做 我相信这就是香港人的美容 我们继续对香港人的信念 一个伟大的城市 是因为那些人伟大 无论是他们昨天被警察打到头破血流 或者被人逮捕也好 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份子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明天再见 拜拜 新年在新年 亨了 这次有情报 你说你把那些人做的诗 很厉害 香港人的人均生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对呀 数一数二 但是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不要只說家裡的地方小 就算你在寫字樓 你自己想想 你沒有自己任何的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個階段 你就會發覺有些東西不是Act On 而你會慢慢失去 鄭成功原來就是平戶千里濱的海灘出生 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戶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自己身上的事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 當然他會在諾克道、酒吧街消費等等 或是蘭桂坊等等 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 文化旅遊、世道人心 我是劉細良 我是鄺榮孫 三不管 逢星期一晚8點到9點直播 我們快點 чтоб sempre 我們沒有家人進行 我們在訪問 吃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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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